待会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三种防呆的情况 三种就是防呆的情况 第一种就是说如果那个工作板名称已经存在了 怎么办 那就一定 刚刚如果你不做任何的所谓的防呆处置 其实防呆处置意思很简单 就是你已经知道可能会发生的错误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预防的措施 所以防呆不写其实程式还是可以跑 不过前提是 就是你可能已经知道那个程式逻辑 那怎么做都不会错 但如果你这个程式可能会给别人用 别人就不像你是很清楚逻辑的 尤其是给一般的user 你会发现他什么状况都可能发生 所以怎么办呢 你最好是什么状况都能够想到 那这样的话你程式就会无敌了 就不会一直有错 不然的话一直都会 每天都一直找你 你都很烦 他也觉得很烦 你也觉得很烦 所以有什么方式可以让程式一劳永逸 所以一定要想一个好方法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尽量 就是环境越封闭越好 你只能做那些动作其他不行 所以input box 可能我一般我来设计的话 我不要让他用input box 因为真的是至少麻烦 因为太开放了 他如果输入一个怪怪的东西 或者他完全不输入 那也会错 因为找不到东西 所以可能的状况是什么 他如果那个名称已经存在 你要怎么办 所以你要想办法解决那个问题 这边的话 我这边是 就是检查一下 如果那个名称 等于X 表示说呢 就是那个去检查一下 检查什么 检查每一个每一个的那个工作宝名称是不是有一样的 如果有一样的话 那我就把它删掉就OK了 然后呢就跳出这个4回圈 换下一个 这是处置的方法 OK 意思是说反正 检查到了我就把旧的删掉了 我就帮你重新查一个新的给你了 这样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吧 一般逻辑 如果他又再查一次 表示说他有新的需求 才会再查一次吧 这是我想到的 但如果你有别的逻辑 你可能就别的写法 或者是说另外一种写法是直接跳出来 跟他讲说 请输入另外一个业务姓名之类的 不过好像这样好像也不够体贴 因为城市今天还要越写越体贴 你要能够预想到底使用者 为什么做这个错误的行为 OK 你也不能用负面的 那个言语去辱骂他 对不对 不然他会觉得 他一定要正向的让他 就是让他觉得很 很好用 他就会觉得很喜欢你这个城市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这个工程师的素养 我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那个素养不够 到那里的时候 他不能够很 用同理心去看待 就是使用者的需求 你不能说你站在自己的角度 说城市应该怎么跑 应该怎么跑 如果都是应该这样 就不需要你了 对不对 所以这部分的话 可能要想得很用 很贴心 你尽量就帮他想好 反正就是照 所以很多时候 像我写城市 我都尽量 真的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就固定那些选项就好了 也不要太开放 他也用的很简单 他也觉得很OK 你不要给他什么都 都给他功能 他其实真的他也用不到 而且你也是至少麻烦 所以这个第一个 如何删除已存在的 所以基本上的话 第二个是他如果没有填血的话 你应该怎么做 OK 第三个的话可能查 比如说他查了一个名称 他也输入了 可能他小五好了 OK 那没有那个小五 所以查没有比数 那没有比数你应该怎么样 如果没有比数 他还是会有一个空白的工作表 可是工作表干嘛呢 没东西 没意义 对 所以我想到可能有这三个房呆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 一 二 三 OK 三个 现在蛮重要的 只是说要怎么做 那请各位呢 也许可以先想想看 待会我们针对这三个去做处置 然后我想到的方法 这三个当然没有表演答案 我想到比较简单的方法 提供给各位参考 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你也可以提出来 OK 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 你就先用我的吧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我在网路上看来看就好 真的最后还是发现我用我自己的方法 好 因为网路上真的像这些方法 网路上你不见得查得到 因为很多东西 是我自己用一些方式去找到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但我的原则尽量程式越短越好 逻辑越简单越好 说如果我今天已经有小咪了 但是我又查一次小咪 他会发现他会有重复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假如说不希望发生这个问题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在哪个地方呢 当然第一个防呆 第一个你可以在输入之后 有没有 所以特别之后你程式应该写在哪里 你可能要很清楚 就是当我输入一个 有没有input box 输入完之后呢 他输入也许是小咪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就马上去先检查一下 检查什么呢 检查他这个输入的小咪的名称 是不是在这个里面的其中一个 如果是的话呢 我要怎么处置 那我本来最早是想到说 我就跳出一个讯息 你说啊你找你的这个名称已经存在了 请输入别的 就直接跳里也不帮他删除 不过我发现好像这样不是很OK 所以我后来想说 最好的方法干脆帮你删掉了 然后呢又重新帮你产生一个新的小咪 这样好像感觉比较贴心一点点 只是说要怎么做 所以首先的话程式并不复杂 就是一个for回圈 再加一个逻辑判断 再加一个删除 那就完成了 所以程式呢 我们来看if 所以第一个 检查的范围 跟他讲for i 等于第几个呢 但第一个不要 从第二个到最后面一个 最后面一个的话呢 我刚刚讲过 shoulds.com 这个其实还蛮重要 shoulds.com enter两下打个net 意思是说帮我从第二个检查到最后一个 如果呢 你的x等于什么呢 那个的名称叫shoulds 刮胡哪一个呢 如果是第几个就i 点什么呢 点nam ok 这样的写法应该没问题吧 then ok 我们就然后做什么 and if就直接先打 你会发现写来写去啦 for回圈加逻辑判断 这是最基本的 有没有 然后把它删掉的话 把哪一个删掉 把shoulds这个i 把它删掉 然后后面加一个点delete 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在2016以后的好像写这样好像就ok 它不会一直跳那个是否删除 但如果说呢 你在2013以前好像会跳 我们试一下好了 这也蛮麻烦的 不过我是建议啦 如果你要都相容于每个版本 可能还是要写一下 我们试一下好了 比如说删除 我就小咪 假设我今天输入那个小咪已经存在 它不会跟我讲什么 它只会帮我删掉旧的小咪 帮我产生一个新的小咪 超出范围 shoulds.com 哦 还有一个动作 删完之后记得怎么样 离开这个回圈了 就不要再继续找了 不然的话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一直找到找 已经找到第 因为已经删掉了嘛 剩三个 那你回圈呢 因为到刚刚原来是第四个嘛 所以它奇怪没有第四个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出错了 然后它说shoulds第四个的名字 没有第四个 我怎么知道哪一个 所以记得后面还要补一个 is this for 就是已经删掉之后的话呢 那你这个回圈 就不要再往下走了 就跳离了 OK 应该是这样写才对 好 那跳离了 OK 接下来呢 就是做一次查询 产生一个新的小咪 OK 就完成了 但是特别注意 我刚刚讲过 这个其实呢 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说是旧的版本 它会跳是否删除 理论上应该 就是有点像删除这个的时候呢 它会跳这个 可是很奇怪 为什么新的版本就不会跳这个 但旧的版本一定会跳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呢 你程式会跳出这个讯息 那你就直接再多写那个 关闭 这个叫Alone 好像前面有没有讲过嘛 所以你就是在开始的地方 一般是写在那个if的外面吧 反正就是当我要删除 或者是在删除的前后都可以吧 就是说当我要删除它之前 我先把它关闭 application 关闭的话呢 application物件一定要记了 点那个displace 所以打一个dis alone 等于关闭 等于关闭 那当我删完之后的话呢 再记得把它打开 ok 所以这样的话把它复制过来 等于触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 这样的话呢就很标准的程式吧 其实这些可能慢慢打习惯 大家都重复性蛮高的 ok 所以第一个防呆 我们就会 不会 假设你输入同一个名称 就不会卡住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有可能是什么呢 如果我今天 假如执行 但是有一些user 直接按确定会怎么样 也是会错吗 对 为什么 因为这边没有名字 空的嘛 那你名称不能是空的 所以怎么办呢 假如防呆二 我刚讲 如果第二种 假如里面是空的话 那你要该怎么防呆 所以这边我有写了一个防呆二 如果没有资料的话 那没有资料的话呢 我就直接 把它放在 这个 刚刚的防呆一的下面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有几种做法啦 把程式写在这里 防呆二 如果他没有填写的话 那应该到这边的话 就应该怎么样 如果x等于空的 那就是没填嘛 没填的话呢 就跳什么呢 请务必输入资料 然后呢 就让他怎么样 直接就离开了 OK 应该这样会比较合理一点 不过我们可能要再回过 不过这个可能还要再把那个 就是筛选 因为刚刚有bug 再把它恢复 但是其实这边的话 如果说你今天没有 我们来试一下 没有填写 按确定 请务必输 那特别是后面一行 要一定sub 你就没有加这一行的话 他还会程式继续跑 一定sub意思说 程式直接就结束掉 就直接怎么样 从这个地方 他就直接跳到最后面去了 这个地方就跳到这里 OK 所以 一日for 一日sub 很重要 如果没有写 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刚刚我也漏掉一日for 一日for没加的话 变成他刚刚就是第四个不存在 那就会产生错误 一日sub 就直接跳离了 不过之前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我希望 我不要这样 因为每次我这样按下去 那他每次都会跳这个 但是我希望最好的方案是 如果当我按一下确定 那我希望不要跳那个 直接就让他又跳回input part 反正就是强制他一定要输入维持 他没有输入就是不能 因为有的人就习惯乱按 那没关系 你就让他回头 可是呢 这边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让城市 可以具备有回头的机制 什么叫回头呢 就是可以让城市 跳到这边 从这边开始 跳回来 所以我如果等一下 希望防呆二 不要是直接离开 因为直接离开 又要再直接按一下 好像有点浪费 那个多一个动作 最好是怎么样 可以让城市呢 回头到这边 所以呢 你要怎么让城市回头 这个机制也蛮重要的 因为坊间书籍也不太会讲 即便讲好像讲的不是很清楚 干脆就直接拿实际案例来看 所以这里的话呢 其实如果说你今天呢 要让他城市回头的话 在那个VBA里面有一种叫标签的机制 那什么叫标签呢 标签就是第一个 你要在这边加一个标签 比如说我今天标签名称叫RE好了 冒号指的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能够有城市 可以跳到这边 配合什么东西呢 我就是 假设这两行 我不要 我直接让他跳回去 我讯息也都不要了 把它注解掉 我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一行叙述 叫GoTo RE 这样子 看懂意思吧 意思是说 如果当他没填 那我就让他城市 直接跳到这边来 这样子 RE 这个RE的名称是自己取的 你可以叫ABC 任何名称都没关系 那我只是因为我想不到别的名称 或者可能就重来 就repeat了 或者等等的 OK 那我就取一个名称 但这个名称你不能跟 关键字那些我们会用到的名称一样 所以GoTo 那这个不行 因为又用到 好 这样的话试一下 这够简单吗 这还蛮好用的 那我们试一下 如果我说今天 我是设置一个中段点 我也不确定 试一下 每一天 刚刚是跳那个Majibus 现在的话呢 卡在这里 对不对 R1 蹬跳回来了 有没有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诶 就 续续 所以他有没有 这个还蛮好用的 所以一般的书里面好像也没讲到 有没有 所以 有没有 不过这个不能滥用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你要乱跑 城市乱跑 跑到最后你就逻辑错误的话 会变成说你 城市的那个会跑不出来 会一直在那边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那这个方式的话还蛮好用的 有时候你要解决一些城市让他回头的这种方式的话 就OK了 所以就限制一定要他填 他永远不能不填 而且不管他 反正你就给我填就对了 好 所以这个可以好好把它学起来 那比如说我真的就是在填一个小张 假设 OK Enter 好 一样 他会把产生一个新的小张 又OK了 所以刚刚主要的重点我们把它回顾一下 不过现在客人讲的都比较进阶了 但是如果有一些细节自己有一些没有办法马上吸收回去自己再看影片好了 因为应该我想讲的表达的那应该算够好了 应该够简单的 而且城市应该都没有很很复杂吧 只是说你们将来要懂得怎么样把我们讲的东西可以把它拼拼臭臭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这反而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活学活用 OK Go to 所以刚刚第一个呢 如果防呆一检查名称 关键就是把它delete掉 第二个就是如果它里面是空的 OK 空的自串 那我就是要不就是讯息给它 让它跳底 要不就是让它跳到这个标签的位置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防呆一是有重复的名称 防呆二是如果当它没有输入的话 那要怎么办